放入这一批甲鱼苗 大家好,我是小摩 今天是我在山上小溪养鱼 恢复小溪生态的第26天 我们往老家的小溪 已经投放八九种鱼了 发现鲤鱼、草鱼、各种大鱼 都能在小溪里面存活下来 大家好 今天又来放鱼了 不对啊,今天是来放这个甲鱼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买的这个小甲鱼 里面50只,这个中华鱼说是 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水温了 好,现在又到激动了 现在放这个甲鱼房间了 我在晚上查了 希望说这个甲鱼也是适合这个冷水的 把它放进去 防止起来 到时候如果来钓鱼 看到这甲鱼把它捡上来 感觉就壮大发了 希望这匹甲鱼能顺利活下来 然后防止壮大 走吧,放甲鱼去 已经到了 现在先给这个甲鱼啊 给它破过抹双甲 然后先过水啊 这个甲鱼啊 我打算先用这个盆了 先仰在这里面 先观察一个礼拜 看看他们能不能适应这个水的温度 还有水质 好,先给甲鱼过水 也不知道要怎么过水 大家去试一下吧 试一下 为了保护起来 还是先让这个甲鱼啊 挺强,现在这个水啊 还是老规矩啊 抓点水啊 放高盆双甲 给这个甲鱼啊 先过水消毒 然后给这个桶啊 装点石头啊 砂纸 这个桶呢 是漏水的 用来放这个甲鱼啊 也是为了旁边观察他们的状态 好,现在放入这个甲鱼苗 把它放出来 先用高盆双甲泡一下 这些甲鱼苗我看一下全部存活啊 没有一条是死的 说是中华饼啊 这个还很小 要等他们长大 好,已经泡了五分钟了 把这个甲鱼苗准备发进去 哎呦,还咬轮啊 还点痛啊 你别说 被咬一小口 但是目前的话还小啊 咬我的话就没那么疼 还特别暖 它这个壳啊 现在把这批甲鱼啊 放入这个桶里面 这个窝呢 已经给他们做好了 这个甲鱼啊 这么小的话 应该不用把它放到生水里面 这小甲鱼啊 看着还是挺可爱的 它的肚子是红色的 好,都放进来了 这甲鱼还有一点喜欢打架呀 然后把这个商家送的这个吃料给它放进去 这些甲鱼啊 这些甲鱼啊 适应温度之后 应该会吃这个吃料 为了稳妥起见啊 给这个甲鱼啊 放你这个甲草啊 我怕他们这个水都太冷了 不习惯 这个中华别啊 光潮了他们半个小时啊 相信他们都喜欢泡在水里面啊 难道是不怕冷吗 这么适应这个水的温度啊 然后料也给他们喂了一点啊 这个烫了有点习惯我们这个水质啊 给它放在这个草上面看一下 明天再过来观察一下他们的状态啊 希望他们能顺利长大 大家好 这一批甲鱼苗买了50只啊 然后全部是存活的 也给它按照常规方法用高盲双甲过水了 这个步骤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的初步计划是这50批 这50只甲鱼苗在桶里面养一个礼拜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每天观察他们的状态啊 刚才的话看一下没有死亡的甲鱼啊 那个水质好像他们也挺适应的 看来这个中华鱼啊是适合这个档水的啊 然后食物嘛也投喂一点啊 那具体的话今天也太棒了 明天我们再过来观察一下这个甲鱼的状态啊 我们是希望这个甲鱼啊能顺利活下来 然后顺利长大在我们的小溪啊防止啊生息 如果这50只甲鱼能顺利活下来 后面我们会多买点甲鱼回来 再买个几百只啊 然后陆续啊去上上游啊 一路啊把它投放投放下来嘛 希望整个小溪啊到时候会有甲鱼出没好吧 那感谢各位大哥的支持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